張國王國的這個國家 參考 這個地方 有一個地方叫 這裡有一個 現在有一個世界文化遺產 叫做慧安 各位知道嗎 你們曾經帶有一個復曹金教授 特別喜歡帶人家出去看 世界文化遺產在睡覺 你們同學們以後要記得看復曹金教授的網站 他講說帶人家去看世界文化 他是非常棒的一個解說者 你們大學 假如家裡沒有任何經濟壓力的 趕快去頂住 然後去教授的那個網站 然後去登記要去玩世界文化遺產 他有經濟壓力的人在說 因為家裡都要很久 所以假如你爸爸媽媽非常有錢 但是一點問題都沒有 那我雖然很窮 但是我兒子也一定到我出國 我兒子比你不大一點 我兒子現在 我下個月要去印尼 上市去非兵 他也跟我去 不過我兒子很有趣啦 跟你們講就是我自己一個這樣的兒子 讓我覺得很中風 他念台大財務金融完美期 應該是當年的第一次念 分出最高的那幾個人之一 他老兄不但給我讀五年才畢業 而且在大學部四年級的時候 故意當掉一課 讀五年啦 就這樣來啦 然後第五年跑去台大考古人類學系 讀一課 他說不知道 因為他跟他媽媽一起聯合 瞞著我 所以我很生氣 就兩個一起聯合起來 瞞著我 我說不知道 我說我不是應該要當兵的嗎 為什麼還在家裡 他說因為他有一課蕩掉 所以現在還在 現在還在念書 後來我一個台大的同行告訴我說 你要怎麼都在戲裡面注目 我才知道他去念考古戲劇啦 我是覺得我一個人犧牲已經夠多了 怎麼會連兒子都要犧牲呢 這就很驚慌 結果他老兄竟然讀完了以後 就去當兵 當完兵回來 就給我考古的那些戲的研究所 那我問他 我說你讀五年的那個 財務金融管理系幹什麼 他說有啊 你有沒有錢 啊來 我去幫你投資 我說我這個研究員薪水 我比尤教授多啊 我們的研究員薪水 比你們教授的薪水大概真的多三百塊 據說啦 多三百塊 可能比你們三 我跟你都說教授比 我就比他少 哇 李教授是我很要好朋友 好 讀木性的女兒叫做 我就比他少啊 我說 我說兒子你在幹嘛 結果呢 他就讀了 念教授 又給我讀了三年 我將他兩年畢業他跟我們三年 他選了一個日本人 剛剛指導教授 因為那個日本人是我好朋友在台大教授 我就就選他當中了 他做的是現代考古學 他發掘的地方是 游泳船在1885米幹的台北機器組 他研究什麼過去 他老兄研究穿塊 穿塊 我去的快可慕之外 你給車掌到我一腳掌控 然後我自己用客家號碼 然後呢 他就去考 他就 下一步就出來 我去考 工費給我考 考 考 我害得 我被我的朋友修理一頓 我的朋友是海洋大學的檢年貴教授 他就有一天碰到我 他說 我遇上你 你我正在考慮 我覺得我看得很小意思 原來是我兒子偷偷去考工費給我考 然後口試的時候是我的好朋友 他不知道 他是口試完了才問我 我說我不太知道 我說我打個電話 我不太管我的 兒子女 我兒子女他做什麼我怎麼不知道 我女兒每天比我晚回家 我在研究室11點半回家 他比我晚回家 可是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跟 這樣跟爸爸媽媽相處 我女兒幹什麼 我女兒比我兒子的職業更奇怪 我女兒師大畢業以後 什麼事都不做去幹什麼 你知道嗎 去做夜群隊的表演 然後現在當教練 常常三更半夜坐夜車到屏東 操作一個學校去教學生做夜群隊 那他為什麼會喜歡呢 因為練中餐女中的時候 去美國比賽得第二名 全世界第二名 我說那你就應該拿這個趕快去美國留學啊 我說爸爸給你錢你去留學 他說不要 因為他在美國得了世界比賽的第二名 申請學校很有幫助啊 所以課外活動啊 我女兒學人類發展學系 我說你們的發展是什麼 她氣了半天快要拿棍子打我 所以這個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 這樣跟爸爸媽媽相處的 我太太是對他們很好 因為我太太是家庭主婦啊 就另一個問題啊 我太太除了 除了兩個小孩以外 就是兩隻狗啊 那我在我家的地位是排名第五 就在兩個小孩子跟兩隻狗的後面 在我太太來講是最後面的一個 吃東西跟狗先吃喔 再給我吃啊 就先餵狗再餵我 所以我不知道啊 大家相處的心情 大家可以喔 我這個有時候吐點口水 你們把這節刪掉就不能吐 你不可以啊 只有罵太太的話 什麼都不能講對不對 什麼都可以講 但是絕對不可以罵太太 再來這個麻煩的事情 最近呢 我跟各位講 這裡 這裡都出現了 所以越做調查越清楚 這個系統的貿易系統 你說這個貿易系統 它不靠海作為交通體系 它靠著 這個交通體系呢 最早的時間 在余頌島北部的這個 那薩布蘭卡這個遺址 年代最早的這一個 三千七百年 台灣是四千一四千二開始 它三千七 所以也就是說 在台灣的預計的製造系統 在四千來年成型以後 差不多三四百年 四五百年以後 就出去了 你問我說為什麼會出去 很簡單啊 他們本來就會走海路 這群人本來就會走海路 所以對他們來講呢 走海路是非常簡單的一個事情 那我剛剛跟你們講 對不對 它一直出去一直出去 最後帶什麼回來 剛剛你們看到 最邊邊KSK那個遺址 對不對 那個遺址 同時出土了 台灣玉根 印度的 瑪納跟玻璃珠 年代大概在兩千五百年左右 剛剛這一群 這裡 跟這一群 在兩千五百年左右 沒有 所以台灣的人 帶了一群出去以後 到最後跟這些人 交易回來的東西 是什麼 最後變成台灣 帶回來台灣 金屬慶 金、銀、銅、鐵、錫 五種 都有 其中 以金跟鐵 最為重要 然後銅 變成為貴族專用的東西 那演變成為台灣最晚一個階段的 史前時代 人類的文化 北部的十三行文化 有沒有看到 這個東西跑進來了 玻璃 瑪瑪 瑪瑪 金子 然後 我但把東西賣到台灣 我把東西賣到台灣 回頭回來 跟原來的玉匠一樣 工匠集團 掉頭 順著海路 所以在 台北的十三行移植 在花蓮的崇德移植 在花蓮的花岡山移植 在台東的舊襄來移植 開始出現了 煉鐵 煉金 跟怎樣 做玻璃 所以你們聽我講 這三個不太一樣 對不對 煉鐵 是把鐵紗煉成鐵 煉金 是把金紗 煉成金 然後做玻璃 是我只看到 它大概帶著玻璃液掉出來 但是做成怎樣 玻璃珠 這些東西 從兩千來年開始 一直到一千來年 長達一千年左右的這個 長期的交通跟交換體系 台灣原住民的社會 從原本你看到 我放給大家看有沒有 那麼多漂亮的玉器 對不對 琳瑯滿目的掛在 要去見祖先的人的身上 你知道怎麼去見祖先嗎 就掛在 要埋葬的時候 要掛著 所以非常文化的人 你要死掉的時候 沒有掛玉器 大概修理見祖先的啊 所以每一個人耳朵上一對玉 胸口有玉配 或者是玉的珠子 這樣的社會 突然從兩千多年的尾巴斷 兩千三百年兩千五百年兩千三百年左右 開始 一路到一千五六百年左右 台灣原住民的祖先的史前文化人 所有的人放棄了玉器 完全被玻璃和瑪瑙所取代 到了我們原住民的祖先朋友 在三四百年以來 甚至到日據時代以來 學術研究的所有的資料 我們看到 考古一字裡面 文獻紀錄裡面 比如說西班牙人跟荷蘭人的文獻紀錄裡面 這個中國人的元朝跟宋朝的 宋朝元朝以及明朝的文獻紀錄裡面 都提到了台灣原住民喜愛什麼 玻璃 這些珠子 你要來跟他貿易的時候 要帶這個東西來 要不然你買不到東西 拿台灣運氣到人家麻煩了 所以我每次想到這裡我就覺得 非常之有意思 我們台灣原住民朋友到最後就變成怎樣 你看台灣族 貴族掛在脖子上的阿膽 然後放在家裡的青銅刀柄的 鐵刃青銅的那個刀柄 作為貴族的象徵 這些東西 連來是兩千來年以來 透過海上的貿易系統 進來台灣的東西 所以你看海住不重要啊 重要啊對不對 沒有這些沒有海做為交通的東西 你看這個青銅刀柄 青銅箭頭啊這個都很少 可是這個比較多 這青銅刀柄 像極了台灣族的青銅刀柄 他本來在越南的中部 在泰國做好的才拿過來賣你 到最後乾脆來台東的海邊做給你 所以考古家發現怎樣 鑄膜 銅器的那個鑄膜的那個放 然後做玻璃珠的那個怎樣 那個捲捲的那個中間的那一根 像不像 那個玉匠 把玉拿到泰國去賣的玉匠 一模一樣 所以非常之有趣啊 那你問我說 那劉老師這個過程多少年 我告訴你從三千七百年前開始 到最後毀在華商的手裡 到一千年左右了 毀在哪裡 毀在宋朝南下政策的華商的手裡 這是我最近的研究 我發表而弄的 非常之有意思啊 但是呢 這個呢 不在我們今天講的範圍 所以你看 時尚文化人的 這個淘氣到處來 然後你看 時尚文化人的怎樣 這些東西 玻璃瑪是從中南半島來的 玻璃是中南半島來的 銅錢